Hello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 回到今天811 讲的是周四版国际大棋局的第一节 进入节目之前 懇请大家一定要是我们两个台 一台二台都要按赞要订阅 大家要多些支持 因为我们一台基本上是没有推送的 完全靠大家口耳相传 推介我们给其他人 以及希望大家支持一下我们 可以订阅我们的Playtron 也可以在我们夜晚做节目的时候支持一下我们 现在是我们最需要大家支持的 现在是我们面临最大困难的时候 也很感谢现在一班幕后的工作人员 一班兄弟姐妹 目前我们尽量慢慢复播 也慢慢重新把节目上架 例如天元解密 另外还有清酒神秘学 我们这两天陆陆陆续续 就已经上架了 虽然都要跟大家说一声 我们上架还是上架 但是我们现在所有的所有节目 是没有这个利益的 没有这个营收的 完全是没有了 所以大家就一定要用Playtron 或者是用其他方式来支持我们 Playtron我必须说说 我们目前订阅的人数 还是远不及我们以前在YouTube订阅的人数的 所以大家就更加需要订阅 另外 亦都是这样说 我们Playtron 亦都是会有不同的节目推出的 我们昨晚做直播 我们完结了之后 我和ITJerky 亦都过去 天猫姐姐的直播节目那里 去做嘉宾 我和ITJerky 做嘉宾的两段 我们都会展触出来 一如既往 我们亦都会提供 声音版 放在Playtron 所以大家都去支持一下 我们亦都是有一些新的打算 包括我们现在直播节目 亦都是有一张 做出来的表格 大家是去填那张表 就不像以前那样 就纯粹找了我 因为我一个人 其实我又要做节目 我又要顾个server 又要再去 去提大家 或者我以前 譬如说做节目 今晚会打给谁 谁 然后又要提早抽一些时间 逐个逐个告诉他 这些工作我做不来的 亦都是 无谓做得这么辛苦 所以大家有自觉 如果你想上来说话 你可以填表 也可以跟我们工作人员去沟通 最主要你一定要跟上方法来填 所有的 你私底下找我 或者私底下找其他工作人员 就这样留一句 我今晚上来说 然后什么都不留 我们是不会打给你的 大家成年人 大家知道 也都不像以前那样 要不停提 提完 然后又喜欢 又放飞机 我们 也都更加不会理 我们开始 会有些制度 例如很简单 说好了 上来说的 这后说完 转头放飞机 其实做人的事 大家成年人 有个策略的 你不尊重我们 我们都不需要再 合作的 所以 那些朋友 我们就 直接以后 你就报名 都不会理你了 大家成年人 用一个 相对成熟 以及 用一个有 暂时 来 去经营着 我们晚上的 这一个 Live的节目 再一次 跟大家说清楚 如果之前 譬如有些误会 例如 你说你报了名 然后我安排不了 然后呢 我代博了 我跟大家说 不好意思 因为现在 直播节目 就不是我来到去 负责的了 也都是交给团队去负责 就算没有听众打来 也不要紧的 因为我们也有很多不同的嘉宾 例如太仔 例如很出名的 今晚呢 亦都会是 支持我们 会过来做嘉宾 孙中山 那样 那说着 除了说 一些 时事 一些 封关的问题 那通常 晚上过了12点半 过了1点呢 我们有可能会 会说一些 例如 说一些夜场 说一些其他的 生活话题 那大家最紧要支持 我们时刻呢 都在这儿改革 和加强我们的节目的 那在这儿呢 就是再一次 再一次 呼吁一下 现在是我们 台最艰难的时候 那是一定要 大家要撑住我们 如果不是呢 我们就支持不住了 好了 那今天呢 其实回来 我想第一节 都要讲香港的 很多东西 那也都呢 香港那边呢 也都就MIRROR 那个事件 那继续在发酷 那说着 那就是我们的好朋友 那我 尤其是我很支持他 白冰 那也都是 发表了他一些意见 那就是有一些 我觉得有一些人渣 就是回复 甚至乎你说 现在是苏晴出来说话 是偷他什么男朋友的缸 如果没人认识他 那我祝福这些人渣 你留这些说话呢 那你呢 如果有什么 衣服三长两短呢 你家人呢 完全是不要去拜祭你啦 不要做任何动作啦 就让你莫名其妙消失啦 就是这些人渣说话 说得出的人呢 你必下地獄的 我跟你说 必须去跟你说 你一定下地獄的啦 那而且呢 你这些人呢 不得好死的 就是留这些说话 就是在这些危难时刻 还去说这么无人性的说话 那在这呢 也都等一会 交个麦给台长啦 那我想台长也都 就这个 苏晴 现在 和这个MiuTV 苏晴昨天的发言 以及就是说的MiuTV 现在那个态度 那和呢 就是说现在那个Mirror的情况啦 那跟大家做一个评论啦 那台长 精神啊 今天交个麦给你啦 OK 好啊 就刚才文俊就提到啦 就那些的回忆啦 就是那个 不是不是回忆 就是说一些夜长 那样 那我就在那里买个广告啦 因为呢 就 我都在那个YouTube那里 会有一个新的环节出了来 那这个就是 访问呢 就是苹果日报 以前这个风月版的肥龙啦 是第一代的肥龙啦 真身来的 这个不是没名的 那一个偶然的机会 认识到肥龙哥 所以呢 就和他做了一个访问先啦 那这个 就是环节是怎么来的呢 还有我那个目的是什么呢 那正如之前呢 其实我都做了一个呢 就是和Lorence的 就是日本的AV文化 之籍去研究 那就是我常常很怕那些观众呢 就是特别是女听众呢 就不会呢 在里面有一些 色情或者情色的内容 那其实就不是的 就是我希望呢 就是透过这些 就是比较 一些普及文化 去令到呢 就大家 就是回忆回那个 以前啦 如果说的AV 可能说的那个是80年代啦 或者90年代啦 那所以那个标题呢 都会加回我们的80年代之类的题目在这儿 那纯粹是一个集体回忆的一个节目而已 那这次和肥龙他一起去做这个节目呢 也都是同样的目的 因为呢 大家现在去看回香港呢 很多时候都是那个角度呢 比较单一啦 或者比较狭窄一些 很多时候都是 比如说政治啦 或者社会啦 那高层次一些一些的 或者是文化方面 那但是普及文化方面呢 甚至是一些所谓次文化 应该说是次文化 就我觉得就有保存的价值的 因为呢 去到一个次文化 在当代可能觉得是一些 微不足道啦 或者知识分子是不觉得 很重要的一些 但是呢 如果你的时代隔离是远了一点点呢 就跟着有一个考古的价值 所以呢 在这个我就是比较雕书巴一点点 比如沙士比亚在伦敦 就是十六世纪的时候 它都是普及文化来的 就是这个达官贵人会就去看 市井之徒都走去看的哦 那只不过大家那个 那个站的位置或者坐的位置不同啦 那旁边就可能是妓院啦 或者是那些所谓的斗兽场啦 斗兽场当时是怎样呢 就捉了些熊回来的 就绑着一些柱子 就是那里 那接着那些狗呢 那些猎犬呢 就去搞它啦 那只熊就没得搞了啦 因为它被人捉住又没有东西 就是这样跟那些猎犬斗的时候呢 那些猎犬又会受伤 但是那些人看就看得很开心的 为什么呢 见血啦 那所以这个情况呢 就在这个当时来说 都叫做次文化的 但是如果次文化得差不多 喂 到现在就不只是次文化了 现在就是经典来的 那与此同时也是啦 比如说这个唐西风月 是不是 以前就是觉得说那些文人 雅士走到避风堂那里 人之作怒 那接着就有一些的佳例在船上 那以前有一些次文化 但是呢 后来又不是 它变成了一些 真是考古的 所以有人去唐西风月 那我这次去找到肥龙卿呢 我想那个态度也是如是啦 虽然那个事隔就不是太久 在说大概20年前啦 但是都是因为基于现在那个 社会变迁太快了 其中一个例子 譬如波兰加在那里 以前不是这样的 以前就 特别是那个熟食当那里 如果大家记得到的话 真是人来人往的嘛 甚至有一个时期呢 成为了香港旅游景点的 就是外地的人来的 就是当然是男人啦 男性啦 就是站在街那里 就是望来望去 那些女士 特别是那些北方佳麗 下来就花枝招展 甚至穿得很性感 但是这场景呢 可以说是另外一种的集体回忆 所以这次呢 就是我们去看的时候呢 我们都是用一个角度 就是一个考古的角度 去说这些东西 那我们现在尝试就是做第一集的时候呢 当然是没那么深入啦 我们就想看看那个听众的反应 就说明了 肥龙就不会出样子了 但是你会听到那把声的 好像现在我们这种做法 所以在这里就买一买个广告先啦 这个涉及到两个话题的 其一呢就是这个《苹果日报》 当年它创刊的时候 里面为什么会认识到这个风险板呢 在我们来说呢 这个是一个报业文化的一个大颠覆来的 因为大家知道了 就是做报纸呢 绝大部分人都是文化人啦 以前的就是金融那样 那它就是一个编剧啦 或者肯定是一个知识分子啦 那它去做那个时候 那明报那样 那如果它拿出名字 当然不能做到太猥琐啦 是吧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 明报1959年创刊的时候呢 是一份小报来的 那时候那些标题呢 就是用今天的角度来看呢 就是和这个《一周刊》的标题呢 就不相伯众的 那原因很简单的 现在就这个 就是这样的情况呢 它是为了报纸的生存 所以要这样做 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呢 它是去做的时候呢 就一定是很 就是很什么呢 是很低俗 但是当它有了钱之后呢 就是这份报纸下 靠它那个没有小说 它赚了之后呢 那它又发财纳品哦 变到现在是公信力第一哦 经过很多手之后 那所以呢 你现在这个 就是看回这个情况呢 就是《苹果日报》当年呢 它就真的要为那个销路 而去争夺市场的时候呢 就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 就是做这一类的 那我们今天看就不是用一个道德的眼光去看这件事 是用一个考古的形式 就是对当时的报纸的影响是怎样的呢 所以就这里首先介绍一下这件事了 其次就是柏南街 在那个时代1990年初的时候 那样貌是怎样的呢 这个肥龙呢 就都有一个简单的迷述的 那如果这个环节 是得到回应或者是一些观众欢迎的话呢 那我们都跟肥龙哥呢 去商讨一下怎样可以做多几次啦 那这个就是那个广告啦 那另外一个广告呢 就是今天呢就是美食节啦 哇台长 台长 是 是 老师不要说那么多听众啦 我自己呢就 就 极到期待了 十级期待了 那就是说这些传奇人物呢 台长可以找到他出生说两句 这些说真的啦 有钱未必听到的 所以呢大家现在即时 去点击梁感祥工作室的youtube 立刻是给赞啦 立刻是去订阅 接着其次 立刻订阅梁感祥工作室的playtron 那就是说这些文化呢 其实绝对是我们这个粤语文化啦 以及这个香港的一个重点的文化之一啦 那我相信啦 这些的就是 在未来呢 其实这些就好像一些文献那样 是一些很重要的记录来的 那大家呢 一定要支持 也都要给一些反应 就是你不要说呢 去冷淡对待这些事 因为其实说真的这些事呢 其实外面没有人愿意做 或者 很难你找到相关的人事出来的 所以呢 就是我自己呢 我当然我是十分期待啦 那希望大家听到呢 都是即时 梁感祥工作室的youtube 跟着其次 梁感祥工作室的playtron 两边呢 都要订阅了 那一定要是撑住啊 那肥龙哥那边呢 你跟他说 你说喂 如果是 譬如他 说一下说一下 跟着他想说澳门啊 说其他东西呢 到时你随时 你给电话我 我就过来考力 OK 那就不用说的了 那另外这个节目呢 必须这么说 我们思途文准这边呢 因为呢 现在的youtube新政策 我们不会上的 但是呢 这些呢 这么珍贵的专访呢 我们这边风险比较高的 所以呢 大家想听一定要去支持梁感祥工作室 这个youtube的频道 那其次呢 就是一定要去订阅啊 台长的playtron 那说这些是很珍贵 很珍贵的 事实的资料来的 那就是大家不要错过 啊 台长继续 就是 为什么